下边我们学习第七节 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最受纳选喜欢的一个项目了 好了 在这一节中我们介绍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第一个 第二个 减征个人所得税优惠 以及特殊人员就业创业优惠 还有关于连租住房公租房的个税优惠 我们介绍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 免征个税的优惠 免征个税优惠呢 咱们教材中写了好多 用不用拳头记 没必要 那这里边我们强调几个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 是要求大家必须掌握的 这叫做省 布 第一个省 第二个布 第三个军以上单位 以及外国组织颁发的各种奖金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第一个是省指的是省级人民政府 布指的是国务院部委 军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上单位 那么这是呢 这个军以上单位 那也就是说省部军的含义 你要知道 这个省部军以及外国组织颁发的 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比如说教育部每年表彰说优秀师资 那好了给的奖金 免不免隔税 这是免隔税的省部军以上单位 还有外国组织颁发的奖金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这是呢 中央发行的叫国债 地方发行的叫地方债 那么咱们来看 国债地方政府债权利息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权利息 它是呢 有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按国家统一规定 发给的补贴金贴 那这是按国家统一规定 给的金贴补贴 是免隔税的 这是第三个 那么这里边免隔税的福利费 是指的生活补助费 救济金指的是呢 生活困难补助费 这是免隔税的 那么你呢 这个从福利费里边 发给职工人人有份的 那种补贴补助 那么不免隔税 那么只有生活补助费 那么还有呢 生活困难辅助费 咱们才免隔税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一个 保险赔款 那这里边 咱们的保险赔款免隔税 要求大家呢 要掌握 那这里边 这个页面的 这五个优惠 要求大家 一定要掌握 这是前五个 要求大家掌握 第六个 军人的转业费 复原费 大家呢 熟悉即可 那么咱们的优惠 是不同级别的 那这是 第六个 第七个 按国家统一规定 发给干部职工的 安家费 退职费 基本养老金 或退休费 离休费 离休生活 补助费 咱们呢 有免个税的呢 规定 那么这里边 用的最频繁呢 是这一项 基本养老金 考试中 那么 比如某人 退休了 退休人员 那么他拿到退休工资 是八千 然后呢 他另外又找了一家单位 退休人员再任职 获得收入 比如说是九千 那这时候 他个税怎么交 他的 基本养老金这块 那么是免个税的 下边一个 他呢 再任职 拿到这九千块钱 咱们应该按照 工资 薪金所得 来 交纳个税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七个里边的 基本的养老金 那么退休费 离休费 离休生活补助费 免个税 这个内容是相对重要的 大家呢 要注意些 紧接着第八一个 对达到离休退休年龄 但确因工作需要 适当延长呢 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 在延长离休 那么退休期间的工资 薪金所得 适同退休工资 离休工资 免个税 也就是说 他都达到年龄了 但他仍旧呢 继续工作 那这时候 那么他延长 离休退休呢 期间的工资薪金 按照 退休工资 离休工资 免个税的 那这个内容 大家你可以看 我已经呢 把咱们教材内容 进行顺序调整了 为什么呀 我把同一类的 放在一起了 那么大家说 哎老师 那个调整范围太大 没错 为什么呀 因为是希望呢 大家同类 你看这都是 与什么有关系 这有都是与养老呢 什么退休啊 有关系的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一个 符合条件的 建议勇为的 奖金奖品 那么 他是建议勇为的 奖金奖品 经主管秀机关 核准之后 免征个税 这是第九 第十 个人举报协查 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而获得奖金 那你看 这个九和十 都与什么有关 都与这种 将业委啊 举报协查呢 违法犯罪行为 而获得奖金有关 这是九和十 那么第十一项 是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利息 对证券市场 个人投资者取得的 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 利息所得 暂免征收个税 这是呢 储蓄存款利息 你把钱存银行 获得利息 是免个税的 那么证券市场 个人投资者 取得的证券交易 结算资金的利息 有免个税的规定 这是第十一项 第十二项 储蓄机构内 从事代扣代缴工作的 办事人员 取得的扣缴利息税 手续费所得 那么所谓利息税的呢 手续费所得 也就是说 咱们对于储蓄存款利息 在征个税的时候 那么他要扣缴呢 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份呢 他要按照百分之二 扣缴个税的百分之二 给呢 这个手续费 那么这个手续费 它是有免税的规定 但现在储蓄存款利息 已经免个税了 所以这一块 其实暂时是没有的 下边 个人办理 代扣代缴税款手续 按规定取得的 扣缴手续费 免个税 简单一句话 第十二项 也就是扣缴个税的 这种呢 这个手续费 那么手续费 国家给几个点 按你扣缴税款的百分之二 给手续费 免征个税 这是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 企业和个人 按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 交付的三险一金 那么这三险一金 是基本养老 医疗 失业 这是三险一金 住房公金 你按照呢 规定比例 交的三险一金 允许在个人 所得税的呢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什么意思 企业按规定标准 交的呢 这个三险一金 其实不仅三险一金 其实交五险一金的 它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免税收入 而个人按规定呢 交的这种呢 三险一金 它属于什么 专项扣除 我们前面讲过 这叫专项扣除 下边 个人领取原提存的 住房公金 医疗保险金 基本养老金时 基本养老保险金时 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提存的时候 也免 这个内容实际上 我们前边讲过 不止一次了 也就是 那么企业交的 属于免税 个人交的 属于专项扣除 那么等到领取时 也是免个税的 这是第十三项 第十四项 生育妇女 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 取得的生育津贴 生育医疗费 或其他属于呢 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 也就是说 由于生小孩 那么拿到的呢 这种生育津贴补贴 是免个税的 这是第十四项 第十五项 对工商职工 及其尽薪署 按工商保险条例规定呢 取得的工商保险待遇 有免个税的规定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是与什么有关系的 那么养老 医疗失业 工商生育保险 直接有关的 我把它呢 整理到一起了 下边第十六项 对个体工商户 或个人 以及个人都且合伙企业 从事四页 这四页指的是哪四页 这四页指的是 种植业 养植业 饲养业 捕捞业 这里边要注意 咱们的四页 是种植业 养植业 饲养业 捕捞业 那么这四页的所得 咱们有赞不争 个税的呢 规定 这是呢 第十六项 下边第十七项 个人转让 自用五年以上 并且是 唯一的家庭居住用房 取得的所得 免个税 那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满五 唯一 必须满五年 必须是 唯一 住房 那么而且 这必须是住房 是满五 唯一的住房 你的转让所得 免个税 一定要注意 满五 且唯一 才免个税 这是第十七项 第十八项 对个人投资者 从投保基金公司 取得的 行政和解金 是有 免个税的规定 这叫做 那么 行政和解金 这是 咱们的 第十八项 第十九项 这个内容 其实我们讲过了 咱们这里边 只是呢 在 税求游会中 再次把它提到 是什么 你转让 上市公司的 流通股 那么转让呢 新三板的 这种呢 非原始股 取得的所得 暂免个税 但如果你转让 上市公司呢 限售股 转让呢 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这种呢 这个原始股的所得 则是呢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交纳个税 这个内容 我们在前边的 其他所得项目 应那时额的 计算中的 特殊情形中 已经介绍过 这里边不多说 那么第二十项 股息红利的 差别化 个税政策 我们也已经说过了 这里边 再把它快速的 复习下 指的是 个人从上市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 分转让系统 也就是咱们的 新三板 那么从 新三板挂牌公司处 取得的股息红利 那么期限性的 税收优惠 是如果你持股的时间 小于等于一个月 则是股息红利 全额 记录应纳税的额 按20% 交割税 如果持股期限 大于一个月 小于等于一年 则是呢 减按50% 记录呢 应纳税所得额 减按50% 记录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是用20%的税率 相当于按10% 来挣个税 那持股期限 大于一年的话 则是呢 暂免个税的 这是呢 股息红利的 差别化个税政策 这个19和20 要求大家是掌握的 但由于是我们前边讲过 这里边不再多说 这是第1920个优惠 那么第二是一项优惠 个人取得的下连 纵奖所得 暂免征收个税 那么这个纵奖所得 并不是所有的纵奖所得 都免个税 下连的纵奖所得 免个税 第一个 单张有奖发票奖金 那么取得的奖金所得 小于等于800的 那么有没有等于 有等于 暂免个税 那么个人取得的 单张有奖发票奖金 大于800的 则是全额而偶然 所得征个税 我们前边举个例子 如果你纵奖中了800块钱 很开心 一分钱个税不用交 你中奖中了900块钱 怎么着 900块钱乘20% 全额交180的个税 交了180的个税之后 你实际的获奖所得 剩了720块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购买社会福利 有奖物捐奖券 此一页彩票 一次中奖收入 小于等于1万 他1万的 这是福彩和题材 一定要注意 这是福彩和题材 那么他的中奖所得 小于等于1万的 暂免征个税 如果中奖收入大于1万的 那么全额征个税 如果你中了个1万1 什么感觉 1万1乘20% 你交过了 这个2200之后 你实际的 所得变成了 这个8800 还不如直接中一个1万 对不对 这是开个玩笑 那这是呢 中奖所得 暂免征个税的呢 情形 这第21项 第22项 对被拆迁人按规定的标准 取得的拆迁补偿款 那这里边 咱们呢 这这么多年 从那么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到到现在 咱们已经呢 这个有大范围的拆迁 已经很多很多期了 那这时候 拆迁补偿款 大家要注意 免征个税的规定 韩因棚户取改造 而取得的拆迁补偿款 注意 它包括棚户取改造 而取得的拆迁补偿款 这是第22项 那下边23 乡镇企业的职工和农民 取得的清苗补偿费 暂不征个税 那你呢 占我的地了 得我了一个 清苗补偿费 清苗补偿费 暂不征个税 这是23 24 对个人按连租住房 保障办法规定 取得的连租住房的 货币补贴 免割税 这连租住房的 咱们有免割税的规定 对于呢 所占单位 以连租住房名义 发放的 不符合规定的补贴 则应证割税 换句话来讲 你取得的符合规定的 连租住房的呢 货币补贴 免割税 否则不免 第25项优惠 外籍个人 从外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 免割税 那么其实这个优惠 早在2014年 国务院呢 就说要取消 但是呢 咱们财政部税务局的文件 一直没取消 咱来看一看啊 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是什么 外籍个人 如果不是外籍个人 那么享受不了 免割税的优惠 第二个 必须是什么 外商投资企业 你外籍个人 从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 用免割税的规定 如果你不是从 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 也不免 这是呢 第25项 第26项 反符合规定条件的 外籍专家 取得的工资吸引所得 免证割税 那么这个条件 咱们这里边 就不多说了 第27 那么外交的呢 这个税收获免权 也就依有关法律规定 应免税的各国 各国呢 驻华使领馆 领事馆的外交代表 领事官员 和其他人员的呢 所得 大家可以看 我把呢 这个与外籍人员的 那么使领馆的 放在一起了 你看28 中国政府参加的 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 规定免税的所得 咱们呢 免征割税 那这是第28项 29项 是对由亚洲开发银行 支付给我国公民 或国民的金贴 金贴 金贴 那么 凡经亚洲开发银行 确认这些人员 为亚洲开发银行雇员 或执行项目专家的 他取得的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有关 薪金和金贴等报酬免隔税 这是亚开行的呢 这种薪金和薪贴免隔税规定 那么这是从26到29 实际上是与这种国际经济交往有关的 这是一个 下边第三是疫情的 大家简单看即可 虽然我把它列上了 咱们叫财中也留了 但我个人认为 这应该呢 逐渐弱化了 那么 自2020年的1月1号起 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 按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 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那么免隔税 政府呢 规定标准 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奖金标准 这是按规定标准取得的 免隔税 下边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 对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 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也比较执行 也 那么免隔税 下边 单位发给个人用于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的药品 那么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食物 注意不包括现金 那么你的呢 防疫物资是免隔税的 但是呢 你发给职工的 那个现金 那对不起 不免隔税 这是呢 咱们的 疫情防控的 税收优惠 简单了解 一大而过即可 那么第31项 这今年教材中 新增内容 我把它放在呢 咱们的最后里边了 让大家呢 注意一下 对法律援助人员 一定要注意 是法律援助人员 按规定获得的 法律援助补贴 必须是按规定获得的 而不是呢 你自定的 是按国家的 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取得的 法律援助补助 免征个人所得税 法律援助机构 向法律援助人员 支付呢 法律援助补贴时 应当为获得补贴的 法律援助人员 办理个人所得税的 劳务报酬所得的 免税申报 要办理什么 那么首先 你这种法律援助补贴 它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一定要去啊 法律援助补贴 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那么第二个免税 第三 你要照样做申报 只不过是呢 免税而已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是31项免征个税的 这里边需要大家呢 这个特别注意的 我已经做了提示 这里不再多说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退税优惠 这个退税优惠 是在咱们教材的 292页到294页 我把它从 那么公租房 连租房的补贴中 给它单拿出来了 来看一看 这个退税优惠 是今年新增内容 2023年的新增内容 新增内容往往是考试的重点 所以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 来我们看一看 它的规定是 从2022年的10月1号 到2023年的12月31号 也就是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对于出售自有住房 我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 并在现住房出售后 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稳 对其出售现住房 已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予以退税优惠 那这一次呢 咱们有退税优惠 但你要求你是在 把房子卖出去之后 那么要在一年内 重新买房子 你没买房子 对不起 不给你退税 这次呢 有一个退税优惠 对于呢 这个退税 如果新购住房的金额 比如你新买的房子 300万 你原来的那房子 转让金额是240万 那新购住房的金额 大于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 全部退还 你交纳的个税 一个 第二一个 如果新购住房的金额 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 则是按照新购住房金额 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 按比例 比如说你新购住房是240万 你买原来的房子 卖了300万 咱们呢 给你退多少 跟退80% 按新购住房的金额 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 退还 出售现住房 以交纳的个税 那实际上鼓励你什么 鼓励你根据自的需求 来进行改善性住房的更换 那这是呢 一个 对于呢 这个政策 大家要注意几点 第一 现住房转让金额 是你该房屋转让的市场成交价 也就是说你真金白银呢 卖了多少钱 但是这个价格 它包括呢 你新住房的呢 购房金额 都是不含增值的金额 这咱们呢 要注意的一点 那么新购住房 是新房的 你从开发商的里边 买的新房 购房金额 为纳神在 住房成先建设部呢 网签备案的 购房合同中 著名的成交价 那么新购住房是二手房的 购房金额 是房屋的成交价 那么无论是你原住房的 卖价 还是新住房的购买价 都是不含增值的金额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呢 问题 第二问题 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纳神 需要同时满足呢 以下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个 纳神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 应该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 你说我把天津的房子卖了 我在北京买个房子 我能不能办退税 不能 在同一个城市的范围内 同一个城市指的是同一个直辖市 比如你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那么你把北京呢 延庆的房子卖了 你在北京朝阳买个房子 行不行 没问题 那么第二个 副省级城市 深圳属于副省级城市 那么你把深圳福田区的房子给卖了 那么你在呢 这个其他区买房子 那么这叫做这个副省级城市 下边地级市 那么地区周盟 所辖的这个全部形成区域范围 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在呢 这个河北廊坊市 你的廊坊市呢 你原来在固安有个房子 下边呢 你把固安的房子卖了 你在那三合买了一个房子 这是什么 你都是 这个无论是固安 还是三合 它底下的两个县 但是呢 它都是廊坊市 这个地级市的区域范围内的 那么你买完房子之后再 卖完房子之后再买 能不能退原来的个税 能 所以呢 同一个城市范围指的是 同一个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 和地级市 所辖全部行政区域范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 与新购住房之间 需直接相关 什么意思 说我把我的房子卖了 然后以我女儿的名字买房子 那能不能办退税 不能 必须是 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 与新购住房之间 直接相关 因为新购住房产权人 或产权人之一 那你比如说 我把我的房子卖了 然后呢 我和我女儿共同买了个房子 那这时候 我能不能办理退税 能 但是你要按照 你所占产权份额的金额 那么和你原来出 房屋销售的金额之比 来办理退税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退税的条件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是退税优惠 我把它单拿出来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 是今天的最新政策 这是第二项 第三个 减征个税的项目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 个人投资者 在持有呢 2019到2023年 发行的铁路债券 取得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 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收入 免个税 但是呢 你铁路债券利息收入 则是减按50% 要注意这50% 即如应纳税所得额 即扔个税 也就是减半征收 那么税款由兑付机构 在向个人投资者 兑付利息时 代扣代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2019年1月1号到2023年的 12月31号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再船航行时间 累计满183天的远洋船员 他取得的工资 薪金收入 减按50% 记住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相当于你这个船员 经常在茫茫大海上漂泊 那我就认为你实际上是来自呢 这个境外的一个所得 这只是这么理解啊 那么所以你只要呢 在这个再船航行时间 你累计了达到了半年了 那我制 我就呢 给你免50% 这是呢 一个纳税年度内 再船航行时间 累计满183天的远洋船员 什么叫远洋 你这是在公海呀 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海域 你去航行 而不是在在内陆航行 是远洋船员 他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 减按50% 记住应纳税所得额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从2021年的1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7号 这内容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政策已经过期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今年的严不严 因为现在是3月中旬 那还没到呢 3月底呢 3月底出不出新政策未知 所以呢 咱们只能按原政策讲 对各地公杀户 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在现行政策基础上 减征 减半征收的个税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那么你先呢 按现行规定 把税款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之后 再打个5折来交 下边各地公杀户 不区分征收方式 均可以享受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 这个查账能收 核定能收 都可以享受 这项优惠 这次呢 只对个体公杀户 适用 对个人组组企业 合伙企业不适用 这次呢 第三一个 第四一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减证隔水 第一 残疾古老人员 和猎属所得 第一个 第二 因严重自然灾害 造成重大损失的 咱们呢 减证隔水 第三 国务院可以规定 其他减税情形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这是呢 隔税法中 那么你要想呢 这个减税免税 需要呢 国务院确定 那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减证隔水的情形 这是第三大问题 下边 第四一个 特殊人员就业创业优惠 这在我们教材的 291页到292页 大家呢熟悉 第一个 关于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 有关各顺的规定 指的是 在2019年1月1号 到2025年的 12月31号 在这六年时间中 对建党立卡贫困人口 那么这与什么有关系 这与咱们 富边脱贫有关 对建党立卡贫困人口 持就业创业制 或就业失业登记制的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的 那么对于这两人员 咱们从事个体经营的 在三年 也就是呢 这三年指的是三六月之内 按照每户每年 12000为限额 依次扣缴 他当年实际应交纳的 增值税 承建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和个税 注意 前后顺序 增值税 那么附加 也就承建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然后是个税 是呢 增值税及附加 然后是个税 那么限额标准 最高可以上幅 20% 也就是说最高是 这个14400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呢 人民政府 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在这个幅度内 确定了具体的限额标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关于呢 自主择业的 军队转业干部 军转人员 和随军家属就业 以及呢 自主就业的退市兵 创业就业呢 有关割水的规定 也就是说呢 对于那么军转 是有呢 优惠的 来看一看 第一个 对从事 个体经营的 军队转业干部 和随军家属 自领取 事务登记这 值日起 那么三年内 免隔税 注意 是从领事务登记这 值日起 三年免隔税 第一个 第二个 2019年的 1月1号 到2023年的 12月31号 对自主就业的退市兵 从事个体经营 自办理个体户 登记当月起 三年内 也就是36月之内 那么 按照每户 每年 12000为限额 依次扣什么 依次应扣的 是顺序和刚才一样 增值税 那么 集他的附加 然后 个税 所以你看一看 是 扣点呢 他当年实际交的 增值税 承介 交易费附加 地方交易附加 个税 限额标准 最高可以上付20% 和前面规定标准 也一样 各省自治区 直辖人民政府 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这幅度内 确定具体的限额标准 这是咱们的 个税的 对于重点人员 特殊人员的 一个优惠 这是以下 下边一个内容 是关于 联租住房 公租房的 这个个税规定 那么联租房 公租房的 个税规定 在292页 第一 个人按规定取得了 联租住房的 货币补贴 你符合规定标准的 那么必须你还是按规定取得的 你不是按规定取得的 不免 你符合规定标准的 联租住房的货币补贴 符合地方政府规定条件的 承占住房保证家庭 从地方政府领取的 住房租赁补贴 免隔税 这是领取的 符合规定的这种补贴 第二 个人捐赠住房 作为联租住房 公租房的 捐赠额未超过其申报的 应纳税所得额30%的 损与期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这是咱们关于连作住房 公租房的购税 简单了解一大二过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购税的优惠 对于优惠 我们来看几道相的题目 第一个是2020年的一道单选题 一道题目是 个人取得的下列利息收入 应交纳购税的是 哪个交购税 A 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利息 那么这是免购税的 D 国家发行金融债券利息 免购税的 C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利息 这是交购税的 D 个人交易储蓄存款利息 那么教育储蓄存款利息 那教育储蓄存款 我根本就没讲 为什么呀 储蓄存款就已经免购税了 那么教育储蓄存款 是一种知识教育发展的 那更免购税 所以我只说了 储蓄存款利息 从08年的10月9号 已经免购税了 所以这是免购税的 你看 国债利息 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权利息 那么教育储蓄存款利息 储蓄存款利息 这都是免购税的 那么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利息 是交购税的 所以我们选答案C 这是第一个 考利息哪些 征购税 哪些免购税 第二道题 一道单选题 2017年的考题 那么国内某大学教授取得的下列所得 免购税的是 A 因任某高校兼职教授取得的课酬 兼职教授取得的课酬 应该按照劳务报酬交购税 那按劳务交购税 B 按规定取得原提存的住房公金 那么你把住房公金给交了 这是免购税的 你提存住房公金 也是免购税的 这是免购税的 三线一斤交的时候免 那么提的时候也是免的 学校C 因拥有持有期不足一年的某上市公司股票 取得的股息 那么你如果满一年 他的股息 上市公司股息是免购税的 如果没满一年 他是不免的 他是减征或者是照章征的 学校D 被学校评为校级优秀教师 获得奖金 那么奖金必须是省部军 以及外国组织的奖金 才免购税 你学校的奖金是不免购税的 所以免于征收购税的 是选项B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题目 下边第三题 是2021年的一道单选题 个人转让下列财产 取得的差价收入 免征购税的是 哪个免购税 A 自行研发的基计设备 这是赵章征收购税的 那么B 从二级市场购买的企业债券 那么这是赵章征购税的 选项 C 从二级市场购买的A股股票 A股票是你转让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你A股这叫 A股股票 你二级市场买的 这叫流通股 那么这是免购税的 限售股和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这种原始股 是按照呢 这种财产转所的征购税 这是呢 考到了股票转让的 市场优惠问题 选项D 从二级市场购买的机动车辆 它没有免购税的规定 所以呢 这个免购税的 是流通股的转让所得 免购税 我们应该呢 选答案C 也就是说 哪些交购税 哪些免购税 需要大家呢 特别注意 考试中 咱们经常呢 会把它作为选择题的一个考点 或者呢 在咱们的计算问答题中 把一个免税项目放进去 让你呢 来计算的税额 这是呢 我们要提起重视的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 收益收优惠呢 这节内容 第七节 我们学习三文拓 下边我们学习第八节 境外所得的税额扣除 咱们教材中叫税额扣除 其实更确的说法 这个境外所得的税额 应该叫抵免 那我们就把税收 税额扣除和抵免 那么做一个概念来说吧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这在咱们教材的 284页到289页 我们来看一看 纳神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 准于他在应纳税额中 抵免你在境外交纳的 个税税额 那么你已经在境外交的个税 中国再让你交 这有点呢 重复征税了 所以呢 准于你在 应纳税额中呢 进行抵免 但是抵免额 一定要注意 咱们做的是什么抵免 是限额抵免 一定要注意 咱们做的是限额抵免 它的抵免额不得超过 该纳税人境外所得 依我国税法规定计算的 应纳税额 那这是呢 你在境外的呢 这个所得的抵免额 不能超过呢 这个按我国税法规定 计算的税额 那么这税额怎么算 这税额的计算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当其境内境外所得 应纳税额计算 那么这个应纳税额计算中 大家呢 你来看一个表 我问大家 你会形成一个什么概念 什么印象 那么咱们先来看 第一个 居民个人来源于 中国境外的 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 适用的是 七级超额 累进税额 那么 超额累进 这一个 他呢 要把境外所得 与境内的呢 综合所得 合并在一起 计算的 应纳税额 一个 第二个 居民个人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 经营所得 经营所得 适用的是 五级超额 累进税额 那么对于呢 来源于境外的呢 经营所得 与境内的经营所得 要合并计算 应纳税额 那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特点 哎 我只要是累进税率 都要呢 合并计算 下边 居民个人 来源于境外的 境外的经营所得 按规定计算的亏损 注意 按规定计算的亏损 不得 抵减他境内 或他国地区的 应纳税所得额 但可以用 来源于同一国家地区 以后年度的 经营所得 按中国税法规定 弥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来自 A国的呢 这个 呃 是亏了 那么你来自呢 B国的是盈利了 那么可不可以用 AB两国的 盈亏互相抵 不可以 那么 你的亏损 不能抵减 他的境内 或他国 其他地区的呢 这种 应纳税所得额 但可以用 以后的呢 这个该国的所得 你来弥补 这是呢 经营所得 第二类 第三类 居民个人来源于 中国境外的 其他分类所得 像财产租赁 财产转让 那么以及呢 咱们的偶然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叫分类所得 其他分类所得 那么不与境内所得合并 分别单独计算 一大税额 那么对于分类所得 这四个分类所得 财产租赁 财产转让 偶然所得 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它是适用的比例税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比例税率 咱们就怎么办 不用跟境内的合并来计算 为什么呀 你境内境外 不管是分着算 还是合着算 它都是比例税率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个累进税率 你放在一起 累在一起 它的税率 可能就会提高一个几次 所以咱们呢 才会有什么 下面的一个结论 是使用累进税率的所得 境内外所得 合并计算 应答税额 而是用比例税率的 则分别单独计算 应答税额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含义是 对于呢 累进税率 你把境内外的所得 放在一起算 那它升的呢 税率可能会高 更高 所以咱们得合并 那么比例税率 则不用合并 单独算 这是呢 第一个 下边 抵免限额的计算 抵免限额的计算 我们在计算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 先分国 分项计算 你说老师 你说的不对 和你题目写的不对 我说先分国 分项计算 你把同一个国家的 不同类别的所得 要分别计算 低免限额 然后再把同一个国家 不同类别的 低免限额 放在一起 最终形成一个 分国 不分项 计算 低免限额的结果 最终形成的 是分国 不分项 计算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 先分国 分项计算 一定要注意 第一步 分国分项计算 那么综合所得 怎么办 综合所得 它是呢 以中国境内外 综合所得 依规定计算的 综合所得的 应纳税额 也就是说 咱们综合所得 是累进税率 所以要把境内外的 所得放在一起 来计算呢 它的境内外的 应纳税额 然后乘以来源于 该国地区的 综合所得的 收入额 除以中国境内境外 综合所得的 收入额合计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以你该国的 综合所得的 收入额 占整个 综合所得 收入额的 比值 来计算 它的呢 抵免限额 那这里边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 收入额占比 收入额 不等于 收入 那大家还记得 咱们的规定吗 工资 薪金 百分之百 记录 那么 劳务 报酬 特权 省费 打八折 搞酬 打五六折 打完折 之后的 那叫收入额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这是综合所得 下边 经营所得 是以中国境内外 经营所得 一规定计算的 经营所得的 应纳税额 那么你把 境内外的 经营所得 加在一起 来算它的 应纳税额 下边 乘以来源于 该国地区的 经营所得的 应纳税 所得额 占中国境内外的 经营所得 应纳税 所得的比值 换句话来讲 经营所得 它是个累进税率 所以境内外的 经营所得 要合在一起 算应纳税额 第一个 第二个 它在算了 该国的 经营所得 抵免限额时 以 应纳税 所得额 占比 来计算 综合所得 是用收入额 占比 而经营所得 是应纳税 所得额 占比 应纳税 所得额 什么叫应纳税 所得额 用收入 减成本 奖费用 减损损失之后的余额 这叫应纳税 所得额 所以两个的 占比不一样 综合所得 以收入额占比 而经营所得 以咱们的 应纳税 所得额 占比 来进行处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其他分类 所得 其他分类 所得 那么是 按照 规定 计算的 应纳税 来做 抵免限额 实际上就怎么着 分别算 我们前边说过了 这是分国 分项 计算的 抵免限额 下边 你把来源于 某个国家 地区的 综合所得 抵免限额 经营所得 抵免限额 和其他分类 所得 抵免限额 加在一起 形成 该国家 或地区的 抵免限额 所以我们最后 抵免限额的 结果是什么结果 是分国 不分项 来计算的 一定要注意 是分国 不分项 计算 这是呢 我们注意的一点 这是抵免限额 计算 下边 限额 抵免的方法 是什么样的方法 它的方法 就是呢 将你在境外 已经实际交纳的 税额 和抵免限额 进行比较 按哪个抵免 按较小一方 抵免 也就是说 对一个 纳税年度内 来源于 一个国家 地区的 所得 实际 已经交纳的 所得税额 与抵免限额 进行比较 那么 实际以纳税额 和抵免限额 哪个小 按哪个抵免 那么比如说 你在境外交了呢 10万 抵免只让你抵免 8.5万 你有1.5万 没抵免完 那么 超过的这部分 这1.5万 可以在以后 五个纳税年度内 截转抵免 注意在 五个纳税年度内 截转抵免的 规定 这是 限额抵免的 有关规定 这第三个 第四 居民个人 可抵免的 境外所得税 税额的 确定 那么这个 税额的 确定 它是呢 以居民个人 取得的境外 所得 以该国 该所得来源国 税收法律 应当交纳 且实际 已经交纳的 所得税 性质的 税额 为准 这是呢 可抵免的 境外所得税 税额 以你应该交 且实际 已经交纳的 所得税 性质的 这个税额 那不同国家 可能交的 不一样 那么 只要你是 所得税 性质的 就可以 这是呢 一个 下列形象的 境外所得税额 不能低免 那么哪些 不能低免 第一 按境外所得税 法律的 规定 属于 错征 或者是 错缴的 境外所得税 税额 也就是说 你不应该交 但你交了 错交呢 或者错征的 税额 第一个 第二个 按照与我国 签定的 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 以及呢 内地与香港 澳门呢 签定的 避免双重征税 安排的呢 规定 不应征收的呢 境外所得税 税额 也就是说 咱们和对方呢 有这种 避免双重征税的呢 有关规定 他不应该征这笔税 他征了 那实际上相当于 也是什么 他错征的呢 税额 但不允许低免 第二个 第三 因少交或持交 境外所得税 而追征的利息 支纳金 撒款 你没有按期交 被人家呢 追征利息了 支纳金了 罚款了 那这不允许呢 抵免 这是第三 第四 境外所得税 纳选 获其厉害关系人 从境外征税主体 得到实际返还 或补偿的 境外所得税税额 比如说 你交了这个十万 但对方给你返了 或者是呢 给你补了两万 那你实际上只交八万 那么你按八万来抵免 而不能按十万抵免 这是呢 第四个 一会儿我们要讲 税收嚷嚷 你看看税收嚷嚷 又是什么结果 这是第四个 第五 按我国个人所得罪法 及实施条例的规定 已经免税的境外所得 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他在我国免税了 那我还让你抵免吗 当然不让抵免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这五种情况 不允许呢 抵免的 下边大家呢 要注意一个概念 税收嚷嚷的规定 什么叫税收嚷嚷 税收嚷嚷 咱们先看个概念 然后我来给大家解释 减免税额 按税收协定 饶让条款规定 应适同已交税额 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 抵免的 该减免税数额 可作为居民个人 实际交纳的境外所得税 税额 按规定申报税收抵免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呢 在国外有所得 是应该交十万块钱税 但是呢 他给你了 税收优惠了 给你优惠 比如给你优惠了 三万块钱 你实际交了七万块钱 那么这三万块钱 就是什么 就是他给你的减免税款 减免税款 但是中国和这个国家 比如说 A国 他欠定有 那么税收 饶让条款 所谓税收 饶让 就是呢 他没有交的税收 由于享受税收减免税待遇 他没交的税款 我视为他已经交纳 跟低免 所以我只要有税收 饶让条款的话 认为他交的税是多少 是十万 而不是七万 让你做税收低免 这是把减免税数额 视同已经交的数额 让你低免 这叫做税收 饶让 这是我们对于 那么境外所得的税收 抵免税收饶让 那么所做的一个说明 下边境外所得的征管的规定 简单了解 一大二过 第一个 居民个人 境外所得的纳税申报时间 应该是在取得所得的 4年3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 申报纳税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申报纳税时间 第一个 他和谁的时间一样 和综合所得的时间一样 第二个 居民个人境外所得 纳税申报地点 应该和汇算清交的地点一样 也就是和你的综合所得的汇算清交地点一样 那你看申报时间 那么申报地点和谁一样 和综合所得的申报时间 申报地点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下内容 简单了解 一大二过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问题 来看一道呢 多选题 这套题目是 纳税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稿筹所得 在计算抵免限额时和实际抵免额的时候 那么说法正确的用 A 与境内综合所得合并计算应大税额 那么你的稿筹所得是不是综合所得 既然是综合所得 那么境内外要合并计算应大税额 这是正确的 因为综合所得是累计税率 第一个 这相比分项计算抵免限额时 其抵免限额等于中国境内外综合所得 以规定计算的综合所得的应大税额 乘以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综合所得的收入额 除以中国境内境外综合所得收入额合并合计 那么对于呢 综合所得 就是搞筹所得属于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按收入额占比来计算抵免限额 是否正确?正确 综合C 应该先分项计算抵免限额 之后再按国家地区计算抵免限额 对不对 应该先分国分项算 然后再呢 把同一个国家的放在一起算 那么这是正确的 综合D 单独计算抵免限额 这是错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答案ABC 这是考核抵免限额和实际抵免额的说法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第八节 境外所得的税额 抵免 那么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中要注意 那么对于呢 综合所得来讲 是呢 合并计算 境内外所得合并计算 然后呢 计算某个国家地区呢 以免限额是应该按照收入额占比来计算 经营所得境内外合并计算 应该按照 他的呢 所在国地区的呢 这种应纳税所得额占比来计算 那么其他的分类所得则是单独计算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第八节内容 和大家学习这么多 vam MINI 至今 词 妇 今 声 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